这是两个镜头拍摄的同一个画面 你会觉得哪个更好看 如果我告诉你镜头A要一千来块钱 而同样的价格只够租上B一天 是租一天的价格 你会觉得离谱吗 后者是一颗来自Cook的电影镜头 你看它雾蒙蒙的也有点糊 那这个镜头凭什么卖这么贵 如果你在网上问出这个问题 往往会得到这些答案 为了解答你的疑惑 我们向好朋友嘉硕借来了上世纪的SP1、SP2镜头 还问Cook公司借来了Pancro Classic FF电影镜头 和最新的SP3定交组 我们一起来看看 Cook这么一家以风格建长镜头品牌 他们的光学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和进化 我们想和你一起拆解电影镜头风格上的奥秘 那甚至再进一步 我们来和你讨论一个底层的问题 我们人类最喜爱的 是更清晰更完美的画面 还是这样 更具有风格的影像 这个视频我们来到了一个爵士酒吧 来向你呈现电影镜头它独特的特质 但在这之前我们先从我们的例子开始 之前的镜头A 我们说的这颗工业镜头 我们得解答一下问题 为什么它这么便宜但可以这么清晰 那答案是因为它是被设计用来检测生产线上的产品 既没有对焦结构 也没有管它的焦外和炫光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一旦超出它的工作舒适区 这个画质立马就绷不住了 是不是看起来挺难看的 那对于更泛用的摄影镜头来说 索尼的50毫米f1.4 GM这个镜头是个不错的代表 它要将近1万块钱 那拍出来的画面是这样的 你看画面中心到边缘都非常的清晰 那我们再来看看更贵的Pancro Classic FF 这电影镜头 一颗就要快10万块钱 是不是用它 我们能拍到更清晰更好的画面 应该按照这个规则走对吧 那么 这画面中心你看 它还是有非常高的解析力的 但在稍微外面一点的区域你看 这画面怎么就开始变糊了 那到了最外侧 它又会变得清晰一点 这非常有意思 那你可能看到这会有疑问 那么这么一对比 肯定是这个索尼GM要更好对吧 你看也更小 那这里我必须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光学我们比的只看素质 那确实GM现在会看起来更好一点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对比的时候 你为了方便看清楚它的细节 所以我们做了暂停和放大 就像对比图片摄影作品一样 来进行这样的对比 正常图片我们都会放大凑进来看对吧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电影镜头 它是用来拍摄动态影像的 我们不管是电影还是网络视频 其实很少会这么来看一个画面 所以电影摄影师你会发现他们不会过分关注 电影镜头的中心到边角的全部锐度 他们更看重的是实际拍摄中动态的整体感受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连贯的播两段动态的样片 你再来看看这些画面 你更喜欢哪一个 是不是区别就没有那么显著了 特别是这个节目到现在 其实我的talking场景 也都是潘库尔来拍摄的 吓你一跳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是不是和以往节目还是挺不一样的 不仅是清晰度 这个潘库尔拍摄的画面 它的反差感 就是它的对比感也会弱一点 你或许能够感受到一点 所谓的复古的味道 这也是风格强烈的电影镜头 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表达 造就这种风格的元凶 你会说是不是只有玄学 但是不是的 还有量化标准 它叫做求差 什么是求差 这是一面凸透镜 我们小学就学过的 在中心的光线被合胶之后 边缘的光线被聚焦到了 更前面的位置 这所成的像 原本应该汇聚在一点 但是现在成了虚斑 这就是求差 没有这么复杂 求差让胶内的画面变得更糊 设计师当然会想 我能不能矫正光线 来改善这一点 在过去镜头模拟技术有限 镜头结构简单的时候 很难把求差矫正的刚刚好 所以镜头设计师们 会选择矫正的过一些 把边缘的光线聚集到中心的后面 这样可以提高画面的反差 还有分辨率 但是也会让画面染上这种柔霧 并且不仅仅是胶内 求差对于胶外的影响 要大得多得多 为了能够让你更好地感受到 什么是求差 我们找来了非常非常特殊的一颗镜头 这颗是尼康的135F2DC镜头 它各方面画质都挺糟糕的 但是设计师给它做了一个 很好玩的功能 就是求差调整 在过角状态之下 你来看 你能看到后镜光斑 有这样的亮边勾勒 如果你有了解过镜头的话 你应该不会对这种虚化感到陌生 它被行业里面叫做 甜甜圈胶外 或者胶外二线性 这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合胶面 在胶点后面这虚化的圆景 有更多的光线被汇聚到周边的一圈 就形成了这个甜甜圈 现在我们把DC控制环调到欠角的状态 你来看 这个画面是不是立刻变了 后景变得更加柔和了 很多85毫米以上的焦段 你会注意到 我们说的人像镜头 都会故意让球差欠角症一些 不仅胶外柔和 胶内的分辨率也会更低一点 相当于给人物磨皮了 这过角和欠角 你会更喜欢哪一种 这个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错 仅仅是取决于你的喜好 还有拍摄作品的风格需求 但对我个人来说 欠角是我更喜欢的 那到了现在 在计算机的帮助之下 这工程师在设计镜片的时候 可以更精准地调整光线 所以我们拥有了一项强力的武器 它叫做非球面镜片 那简单来说 传统的球面镜片 是从一个球上截取下来的 那非球面则可以让镜片自由地变化 让不同位置的光线 按照你想要的方向来折射 你看这索尼50毫米GM 有了非球面镜片 那带来了完美均匀的光斑 这是现代高素质镜头才有的特性 那相比之下 那库克这样的观感就会显得复古一些 我们使用同样的光圈拍摄同一个场景 你会发现这库克SP3 这样有亮边的光斑 让它虚化看起来会显得更少一些 这样球插过角的胶外 会勾勒背景的轮廓 强化从近到远的空间感 这对于电影的叙事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不处理好 也会带来这样凌乱的光斑 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这是你需要在拍摄的时候 做出的一个创意上的选择 所以你会发现 一旦设计美学 有的摄影师会追寻这种奇特的胶外 但是因为这类需求是各种各样的 所以电镜头的产量也有限 那它的售价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这是市场逻辑 影响镜头风格的除了球差 还有一个营造空间感的好帮手 场区 那镜头这和尚焦最清晰的焦平面 往往不是完美平面 那更多的时候会像一个碗或者波浪型 所以我们开头提到的这样一圈清晰度下降 其实就是画面开始失焦了 那不仅仅是Cook 有很多镜头都会有类似的设计 画面周边轻微离焦 让观众的视觉重心自然就导向了这画面中央 这个特质最夸张的就是匹兹瓦结构的镜头 你看它的画面是这样的 这个观感真的太出名了 那《沙丘》里面也使用了有玄焦的镜头 来区别不同的星球 来给观众带来这个微妙的视觉观点 那不说的话 我觉得你肯定眼睛发现了 不可能发现不了 但是这就是能让观众在潜意识里 区分场景的一种独特的魔力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焦内焦外的种种差异 那还有什么特性 能让电影镜头更有价值呢 那还有个东西你可能会听着觉得有点智商税 但是确确实实就是镜头风格的亮点 炫光 那很多时候摄影就是在为这个炫光买单 那炫光是因为大角度的入射光 在镜头里面多次反射而形成的 不同场景下 大家对于炫光的控制和认知非常不同 比如手机我就不想要炫光 但对于拍电影来说 有的导演就是会特别特别喜欢 那这个时候需求就产生了区别 我们来看一组画面 这是四颗不同的镜头来拍摄的 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你看这个Pancro在角度合适的情况下 还会出现这样的炫光 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孔雀灵 这是因为镜片的镀膜让光发生干涉 看上去就像羽毛状的红彩 那么也可以自己在暗室里面用手电筒去测试炫光 在暗室里面炫光会比正常使用的场景要强烈很多 你乍一看可能会说 哇 这么严重 那完全就没法用了对吧 但如果放在实拍场景里 那就没有这么夸张了 你看这佳能的FD的炫光 非常的耀眼 但在具体场景里面 就给整个画面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 电影镜头价格里面买的很大一部分 其实就是光学上的不完美 但是在画面里面能带来美感的特性 那么色彩呢 所谓更贵的镜头 真的能带来更好的色彩吗 不同的镜头当然会有不同的色彩倾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讨论镜头色彩的时候不能光看镜头 一定是带着你使用的机身去对比的 你看这是同一颗Pancro镜头在mini摄影机和SemiAlta B摄影机上面 还原直出的表现 是不是这个差异比在同一个机身上的不同镜头差异还要更大一些 不仅如此 简单的调色就会盖过镜头的色彩 那是不是镜头色彩就没有意义了 那我觉得也不是 自然界中的色彩都是由连续光谱构成的 镜头对于不同波段的光透过率不同就构成了所谓的色偏 那在透过摄影机的色彩预径之后 我们只剩下红蓝绿 信息有损失就意味着后期也不是万能的 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大家评价某颗镜头色彩还原精准 或者色彩温暖 那这确实是存在的 但大部分情况之下 只要镜头偏的不是太离谱 你都可以通过调色去模拟 那对电影镜头而言 更重要的是整组这么多颗色彩它得统一 这会对我们后续的调色和匹配都会更加的友好和高效一些 那关于镜头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 积变 会叉 色散等等 可以说镜头的风格就像是螺丝壳里面做道场 真的是这样 特别是我们在电影摄影中所使用的镜头 大部分时候追求的都不是完全理性的还原场景 就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它真的很不一样 很多的镜头风格 它就是主观且细微的 摄影之导 在工作中更多地承担了氛围营造的工作 那镜头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个 不同风格的镜头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我们也很荣幸能和Cook这次一拍即合 Cook之所以能在人类镜头光学史上留下如此浓厚重彩的一笔 最重要是在光学探索早期 他们对高光学素质和影像质量的追求 在上世纪30年代所推出的Speed Pancro 是彩色摄影刚盛行时 高血吸力以及大光圈的代表 但恰恰是那个时代使用的这些镜头所创作的电影 创造了属于时代的视觉记忆 创建了享有盛名的Cooklook风格成为经典 那Cook在经典SP、SP2之后 又推出了微单卡口设置紧凑镜头组SP3 他们保留了绝大部分Cook风格 并且适应时代提高了一些分辨率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推荐你去试一试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追求客观完美的镜头是有标准的 但对于美的追求是完全主观的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些镜头的区别 并且感受接纳它们 讲好你的故事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其实设计光学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看加瘦的节目 它也为我们这期节目提供了很多支持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不给我们点点小信心 记得关注我们 这会有很多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